是什么关系呢 他能有勇气来到现场 接受孙阿姨的告白吗 你是个什么人 你好奇怪 你要怎样 我觉得就这样做同事挺好的 只做同事 心里永远保持这种所谓的 所谓的暗恋是吗 再问你最后一次那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俩互相喜欢 却不能在一起 我再问的直白一点吧 他结婚了没有 你作为他的贴身助理 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你愿意回答吗 他结婚了没有 我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好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安静 他很难忍 他来都不敢来 妈 你别这样 你说让我怎么讲 你说让我这个老脸往哪歌呀 我今天来就是让你们说个 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他人都不敢来 我问一下编导他来了没有 有可能在第二线转 因为我们有些人总是 来了不敢出来 在吗 在第二线转 来 向后转 把第二线转打开 你好 大家好 我姓吴 是小飞的同事 你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当着主持人的面 你得给我讲清楚 到底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阿姨 你先别激动 我跟小飞之间真的没什么 还没有 是我没把两人关系处理好 才让你对我产生很大的误会 稍等一下 您刚才说 您没有把两人的关系处理好 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和任飞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跟任飞就是上一级的关系 那你刚才说关系没处理好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平时那个 我确实是送他那个 下班上班 也送他包装服装和化妆品 您的意思是说 您是在职场之外 是有点喜欢任飞的是吗 小飞是一个很优秀的员工 当老板的肯定都喜欢优秀员工 那么呃工 那我们能不能够装上一级的关系 一些误会 评论 评论